你知道在公園玩盪鞦韆,也要被限制時間嗎? 台本市政府發現,有很多小朋友到公園都很愛玩盪鞦韆 因為它可以讓人越飛越高 有時候甚至還可以飛到天上去 沒有,這句是我最假的 總之重點是,他們發現雖然很多人愛玩 但也有小朋友坐到盪鞦韆之後 就會霸佔捨不得起來,害其他人沒得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,市府就決定設置盪鞦韆計時器 也就是每個人要玩之前,都要按按鈕計時三分鐘 時間一到,計時器就會挺換人 如此一來,小朋友也能學習到分享精神 不過,這項政策在六個公園試辦之後 沒有幾天,就因為有計時器因為淋雨故障了 也有許多家長抱怨說盪鞦韆的數量不夠 才是最大的問題,限時時間只能治標,不能治本 各況實際上,計時器也沒有強制力 還是要靠大家自律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? 也許這些人會有答案喔!